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大专法师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有关庞加莱猜想的看法 庞加莱猜想也是通过这本介绍数学公理和数学公式的书来进行了解的 但是我之前我也看过一些有关庞加莱猜想的一些比较科普的一些书吧 所以对于这些比较复杂的数学问题 实际上当然每一个人有各种各样的理解的角度 我个人觉得是对吧 你可以像李永乐老师那样理解的非常深刻 他可以讲的很清楚 有问必答 也有可能就理解的一知半解 可能不太很正确 就像我这样的 那么但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你想去理解它也是一个叫做人类的一个基本欲望吧 那么同时呢 我觉得既然是理解 理解这个东西呢 就不是这个东西的本身 是它进行了抽出精华的一个过程 那么以前这个经济学家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拿那个诺贝尔奖的那个 我一时想不出来那个经济学家 他说为什么这个经济学这个理论 很多都 大家都互相冲突啊 说不不了对方 就是因为双方都尝试去理解某一个社会现象 如果你去理解一个社会现象 你用的数学模型不一样 你抽出来的结论就不一样 那么当然就会冲突 数据呢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同一个社会问题 比如说这个社会上 这个经济上 这个股票应该怎么样 但是你在理解的过程中进行抽出的时候呢 它就有了偏差 所以呢 这个就是理解的一个问题吧 但是呢 既然我自己觉得我有点 这个对这个问题有点理解的话 我就想把它分享一下 那么毕竟做这个视频吧 有的时候也是就说 把自己每天觉得最有价值的一个思想 拿来和各位网友一起享享受一下吧 那么有时候呢 如果说错了的话 你没办法 那就对不起了 那么这个庞加来猜想呢 这个他的主要内容呢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他的说法呢 就是庞加来猜想 简单而言 就是把三次元多样体 转化成三次元单位球体的一个猜想 那么三次元多样体 就是某种特殊的一个东西吧 然后对吧 你只能讲它是一个特殊的东西吧 然后呢 你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 就是一个非常好计算的 就是比如说通过某些方式 把它转化成一个三次元单位球体 你表面上看 好像比如说我们二次元所给的那些数据 比如说一个三角形 你想转化成一个球形 经过若干的方式 比如说 这个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呢 这个三次元到底能不能呢 就是比你想象的 是不是要复杂一点呢 这个问题呢 困扰了很多这个科学家 那么同时呢 这个庞加来猜想的很特别的一点 是就是说 它是在三次元多样体以下的呢 很早就被证明了 然后在四次元以上呢 四次元多样体呢 很长呢 它就也是很早被证明了 但是这个三次元这个方面呢 则花了一百多年 所以呢 它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猜想吧 就大家都觉得 复杂的东西都证明了 简单的东西你也证明了 为什么当中那个就不太好证明了 就是说现在这个 很多这个数学问题就是 好像就是到了我们人类的这个阶段的 这方面的东西呢 是最难计算的 比你想象的要困难一些 那么在2002年到2003年的时候呢 有个叫俄罗斯的一个数学家 叫George M.Bugman 他这个应该怎么 Bugman还是Bugman 就是G-E-O-R-G-E-M 还有B-E-R-G-M-A-N 这么一个俄罗斯数学家呢 就证明了这个猜想 然后呢 也被大家所共识 就认为他的证明是正确的 那么从此呢 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迁徙问题 七个未解决问题 克林研究所的这个 悬赏100万美金的这个问题呢 唯一一个被解决的 就是这个庞价来猜想 那么他呢 因此呢 在这个2006年呢 就得到了数学家 数学界最高荣誉的这个费尔兹奖 但是他呢 坚决不接受 他就拒绝了领奖 同时也没有去领这个100万美金的奖金 而且从此呢 就在这个公众面前就消失了 我觉得呢 能够完成这种业绩的这种数学家呢 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天才的人 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人 但是呢 他从此呢 就不知死活了 基本上 这个媒体采访呢 他也不接受 跑去猛敲他家的门 他也不开门的 对吧 然后呢 他房东说他们这个房子里面 好像到处都是老鼠在爬 也不知道他人在不在 也不知道他是人是死是活 反正就是 就整个人就人间蒸发了 再也找不到了 那么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数学史的一个 一个企划吧 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 就是说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数学家 突然之间呢 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掉了 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那么这个彭加莱猜想呢 他这个我自己的理解呢 就是他把三次元多样体 转化成三次元单位球体 这个事情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呢 这个宇宙自身 我们比如说这个 我们会想象什么三次元多样体 是不是像地球一样啊 这个三次元球体 是不是像地球一样 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 本来是一个是离一样的形状 比较接近离一样的形状 我们进行一些数学转换啊 这个进行这个程序上面的 几个几个条件的调整 它可以调整成一个圆形 是不是就是这种 这种数学证明呢 那个应该是 不太正确的 因为这个地球呢 只是地球仪或者地球呢 这是个二次元的多样体 它还不是三次元多样体 而什么样的东西呢 是这个三次元多样体呢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宇宙 就是一个三次元多样体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宇宙 能不能转成三次元单位球体呢 这个呢 至少在数学上呢 是可以的啊 就是任何一个三次元多样体 是可以转化成三次元单位球体的 但是呢 实际上能不能呢 就是说在物理学上 有没有可能 数学上是可能的 但是在物理学上 可不可能呢 没有人知道 但是呢 证明这个庞家来猜想呢 就让人觉得啊 原来我们这个宇宙啊 也是可以成为一个三次元 这个球体的 我们宇宙呢 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它可以 简单来讲 这就是我觉得就是像 把一个东西 一个桌布给它摊开了啊 就是说 这以后这个宇宙怎么样料理啊 反正现在方法已经给你了 这个三次元多样体 这个方法已经给你了 然后呢 怎么样料理呢 是你们以后的事情啊 那么所以呢 这就很讽刺嘛 就是作为一个 这么伟大的一个数学家 他证明了宇宙可以成为 完美球体 完美三次元单位球体的一个人 又再次证明自己 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啊 就是证明了自己这个 这个性格上有多么的欠缺啊 这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也是这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 但是这个社会呢 因为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 聚集在一起 才逐渐的变得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在走向完美 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就要复制完美的话 那么有可能最后呢 我们连这个宇宙的完美 我们都没有办法证明啊 这就是我的一种想法吧 那么作为一个 就是说 他是作为一个数学家吧 我觉得每一个人吧 有的时候你认识到了这些人呢 你有的时候你也要帮人介绍一下啊 有这么一个人 因为很多人呢 就真的是在历史当中被淹没了啊 他有可能做出了这个 这个成绩呢 是比所有人都要大的 但是呢 确实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 那么你如果知道他的存在呢 有很多网友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帮人介绍一下 那么有些网友对他产生了兴趣的话 可能会进一步去查他的资料啊 去理解这个庞加莱猜想啊 因为有些讲这个庞加莱猜想的 这些数学家 比如说欧拉吧 欧拉是个最伟大的数学家 这个不用我们去说了 那么欧拉那个时候 不是解决个七桥问题吗 就是说有一个意大利有七座桥嘛 然后大家都在 几百年都在争论 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 走不重复的路 再把这个七桥都能走完 那么欧拉就给出了一个证明 就是说 你如果不满足一定条件啊 你是不可以完成一笔画的啊 就你不可能一笔把它都走完的 那么他就证明了七桥问题是不可能 不可能的啊 那么这是他的功绩 但是呢 他从此就提出了一种完美的那种形体吧 就是说你凡是能够一笔画的那种东西呢 就从头到尾不重复一笔画下来 能够构成的一个图形吧 他就应该叫做一个完美的 完美的东西啊 应该我的理解啊 就是我的理解 那就构成个完美的图形 那么 那么这种完美的这个叫做完美球体 单位球体呢 他就是个完美的图形啊 就是说 这个宇宙呢 实际上呢 就是可以一笔画出来的 就是一个东西这样 噗嘟噗嘟转过来 一笔画出来 都是可能的啊 在数学上来讲 就是我的理解啊 这个理解可能是错的啊 那么 对这个比较比较有研究的话 可以来来 大家来讨论啊 说出我的这个错误也可以啊 那么就是说 我的认为就是说 这个宇宙 这个三次元多样体呢 它是一个可以由一条线 所画出来的一个球体啊 一个多样性 多样三次元 多样体啊 应该不叫球体 三次元多样体 那么如果宇宙是一个可以 一笔画出来的这个球体的话 那么之前讲的一些什么量子 重力循环假说啊 还有就是这个 我以前也讲过 就是这个世界这样 只有一个电子的这种假说啊 都有可能会成立啊 因为 就等于说那个画布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你真的如果只有一个电子 通过这个在这个空间和时间的这种 最小单位里面这种进行穿插啊 这个一个个马赛克把它给涂完的 这种这种画法呢 是可以把这个宇宙给画出来的啊 就像我们说有一条线 比如二次元 我们有块布 然后在上面一个一针下去 然后再一针抽出来 一针下去 再一针抽出来 我们就可以做出一 画出一幅画嘛 但是这个画自己本身是不知道 它是一针一线秀出来的 那么这个世界上 比如说粒子或者电子 这些所有的这些光子 所以这些最小单位的这些粒子吧 然后呢 它们都不是说有一个超弦理论嘛 就说都是一条概率的波嘛 它们都是一条线嘛 那么如果这真的是超弦理论 真的有这么一条线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可能就只有一条线啊 就是说一个一个一条 比如说那个爱因斯坦 不是花终身去研究那个大统一理论嘛 它想把四种粒都统一起来 用一种概率的波的方式 把这四种东西都统一起来 把这个宇宙的最深奥米给解出来 那么这个东西能不能解出来呢 其实不知道 但是呢 现在有可能就是大家都会认为 就是说你有可能一条线 就能把这个宇宙给画出来 这个是可能的 但是这个宇宙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知道啊 就是如果是有一条概率的波 作为一条最基本的这种我们画图的线 它可以从时间和空间那边来回穿梭 那么最后呢 这样一个把这个图给它秀出来的 有一个人的话 那么这个宇宙世界呢 就是可以成立的啊 你比如说这个电子的这个流动啊 我们会认为是这一秒在这里 下一秒在那里 好像我们认为是一个线性的状态 但是实际上呢 它有可能是这个电子呢 这个时候在这里趴一下 它就从这个马赛克这一格穿出来 然后又趴又从那一格穿回来 然后那两个呢 刚好是相邻 所以你就能看出来这个电子 是有一个流动的方向 或者有一个前进的方向 但是呢 实际上呢 它只有一个电子 它下一秒 它不出现在那里 也是可以的啊 就是看那个人秀 秀花的时候 想不想 想不想这样秀啊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这个庞加莱猜想呢 就等于说为这一个 世界上只有一个粒子 世界上只有一个超弦 只有一个概率的波的这些 物理理论来讲呢 其实是铺平了一条道路啊 那么在将来的这个 物理学的研究上面 我们会发现这个 很有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吧 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概率存在 从一个很简单的 最初始的状态开始 那么就可以汇集出一个 非常复杂的这个世界出来 那么就和我们现在对于这个 就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 取代人类啊 或者说这些 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这个认识啊 就比如说虚拟空间 我们人类到底能不能自己 造一个宇宙出来呢 那么实际上的这些 这些这些理论的发展呢 有的时候会给你一些思考吧 就是说其实呢 如果人工智能 它是可以通过这种 像一像这种非常细致的 通过一个概率的波 按照一定法则进行 进行重组的话 它是可以重组出一个 新的世界来啊 包括这个虚拟空间 比如说你做一个游戏 它有多能接近这个现实生活呢 只要你这个 只要你的概率足够啊 你这个你存在概率 你是一个概率的波的话呢 然后它在各种发展之下呢 它有可能就会发展出 一个新的宇宙啊 那么简单来讲 就是我觉得 一方面吧 它就说明这个世界是非常简单的啊 元素呢 最初可能只有 只有几个元素 一张布 一个多样性的 这个叫三次元多样体 然后再加一根线啊 一根概率的波 那么这一个宇宙呢 就能绘制出来 但同时呢 你只要加上一个概率的话 那么简单的元素呢 也能构成一个这么复杂的宇宙 这两个观点呢 可能是 可能是 我们将来以后 这个学术界会 学术界或者说 以后的教育当中 会更加强调的一件事情吧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世界分解的更为简单 但是同时呢 这个简单呢 并不会化解我们的复杂 而这个世界的概率的 这个重要性呢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很多 好了 那么今天这个彭佳来猜想的 这个视频呢 就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by bwd6